近日,杨伟出席了一次座谈会。会议上,他再次强调了歼20摒弃格斗,通过BVR超时巨作战击毁对手。 对于这一观点,坊坚乃至军队,不乏有反对者,毕竟一架歼20摒弃机已典型的四机编队出动,但要有限,能斩获的战果也是相当微小,如果让敌机编队群逃过截击断,那么相应的代价会很大。 歼20强悍的机动性能在航展中就已经显露无遗,据多篇期刊论文及官方人员披露,歼20无论是超音速性能,还是亚音速性能都非常出众,如此优秀的战机不去狗斗扩大战果,仿佛说不过去。 不过,笔者倒是对杨伟总师的话,暴雨浓厚兴趣,在研究之后,发现杨伟总师是相当有道理的,OO加BA模式,让歼20战机在战场上,神出鬼没,O-O-B-A观察调整决策行动,是目前只有航空强国在流行的玩法。 通过早期战场侦查,判断敌方指挥官的意图,和掌握敌方的军事部署,随后,调整几方军力部署,做出针对性的战术方案,然后予以打击。 目前,最近一次含有OODA的战力,就是以色列空军对格兰高地上的一军,进行了精确空袭。 在这场空袭中,伊朗军队的军队部署地、防空兵驻扎地,都被以色列掌握,戈兰高地的形势错综复杂,如果没有周密的行动部署,和精确道点的情报侦查,一军是根本做不到对伊朗军队无伤空袭的。 杨伟总师的观点,其实和以色列的做法是一样的,只不过,杨伟总师的理论境界,高于以色列一等,他将战术模式,定为OODA,OODA,可以理解为高度OODA这种模式。 就像从信息化,一跃进入数字化,如果没有足够的体系支撑,是想都别想的,为什么蛮广之和他的部队,能称霸朱日和各战区凑出的信息化,乃至机械化的部队,根本不是他数字化部队的对手。 打得漂亮的38级团军某部,也是以数字化对数字化裁判回一局,为了支撑歼20,ASBM-99是坦克,英机18反舰导弹等系列高精尖武器作战,解放军用了20多年的时间,铺设了一张高度现代化的作战体系,以空机为例,空警500,高新系列特种机各有担当,通过数据,有机的将陆机,空机,海机, 和天机结合,酿成一张棋盘,棋盘的大小就是目前体系所延伸的范围,更简单点地说,只要是出现在棋盘内的事物,解放军指挥部的显示屏上标得清清楚楚,目标的数据,运动轨迹,规模都一清二楚,这点在红箭军演上,体现得淋漓尽致,信息化的单一军种,和数字化的数个军种对抗,结局往往显而易见, 历任WK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